周总 主要的骨干都到齐了 嗯 我们现在开会 在座的 都是大成公司的骨干力量 大成公司曾经是东宁 最棒的公司 全都是因为 你们的努力和付出 在这儿 我替邝总感谢你们 咱们公司现在的情况 你们已经知道了 也不用我多解释 所以 我决定 解散大成公司 等待会儿散了会 大家到小中专那儿 去领公司拖欠你们的工资 和奖金 这样做 是因为怕惊动集思虎们 也请你们 通知公司的所有人 周总 公司不是已经没有钱了吗 这个钱是周总私人的 这是周总从家取来的 公司遇到了困难 你 看着好多人 走了 嗯 今天 谢谢你们 对大成公司 付出了那么多 三会以后 大成公司就彻底解散了 可我心里会记着大家 这么多年 你们新管了 我们就在这儿告别吧 周总 我走了 周总 您都保重 谢谢大家 快走吧 周总 您都保重 周总 您都保重 周总 您保重 您都保重 周总 多谢您 一直以来照顾 您都保重 Здή 您不保重 您 您 至ら 真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哥 别紧张 别紧张 我们周总说你们二位也挺辛苦的 饿了吧 给你们拿来点酒 拿来点菜 吃口喝口 好 行 二位慢用 好 我走了 好 你别睡啊 咱们喝 工资和奖金都发完了 大家都走了 现在公司空了 咱们的地银行也给收了 我答应 我答应集资户该给的利息 恐怕 也是还不上了 邝总还在他们手里 我们该怎么办 我答应 我答应你几次户该给的利息 我答应你一定有点重点 我是不是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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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 insight 让你 我答应你 盛顽 大 我答应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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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志平 你看报纸了吗 我刚看报纸 说大城公司出事了 老板跑了 员工也都失踪了 这公司都被集资户给砸了 我睡到今天早上一起来 一看大城公司 所有的人都没了 那周云呢 你见到周云了没有 我也在找周云呢 我担心他呀 你现在他马上找到他 要不会有危险呢 好 那你赶快找 完事以后到我们家碰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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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快快 辛苦你了啊 没事 老板熟了 一直没醒啊 这两天折磨得够呛 让他好好睡吧 哎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我都没敢去公司 我听说公司让人给砸了 公司附近几条街上 全是集资户在那转悠 哦 哦 对了 您的报纸啊 上面写着呢 大城公司老板卷款潜逃 卷的什么款 你在这陪着他吧 我回家去看看 哎 那可不成 您不能出去 我听说那些集资户 还会上您家去守着去呢 那怎么说 我也不能回去了 当然了 可是 可是我得通知陈志平啊 这个 回头我出去我想办法 跟他联系 好不好 您这会儿要出去 非得让他们撕碎了不可 我什么东西也没带啊 这好办啊 您缺什么 您告诉我 我给您买过来 反正您踏踏实实在这儿 跟老板在这儿躲着 我在外边打探风声 情况稍微好一点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好不好 您只能先这样 做饭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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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啊 好 好 我 你 好 好 我 周延现在很危险 要是被集资户找到了 麻烦就大了 何止是麻烦大了 如果集资户要找到大成的人 肯定会把他们打死 还好 他们不知道我也是大成的人 现在得尽快找到周延 让他暂时离开东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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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菜呢 你吓死我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终于醒了 你睡了两天两夜了 好 我睡两天两夜了 行 这个地方看来是 是安全了吧 安全安全 你放心吧 我跟小钟专员都商量好了 准备吃饭吧 不是 那个 公司是不是没了呀 先吃饭 吃完饭再说 这也过 吃饱 饿坏了吧 不是 钟音 我完最后时间去 我有点着急 你给我说实话 公司是不是真的没了 银行把公司的地给没收了 员工心血都慌了 吵着要钱 后来 我就把拖下他们的工资和奖金 都照发了他们 我没有别的办法 把公司解散了 你不会怪我吧 那我娘呢 你放心 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 我让二婶 护着老太太回长心了 好 谢谢你小明孙主导 这帮花蛋 你不该把钱给他们呀 太美了 一分钱都不该给呀 可是他们也无辜的 三千 给你给你 我也知道你真是善良 但你放心主意 这个钱我不会让你 该给一个人颠覆都不得 我全还你 等我这个出去 我把公司一开火了 我还你二百万 你别笑 你是不相信 真的 从来出去 我不出去一星 你把公司从今办起来 你等等我 我给你打扰东西 小明孙主导 这什么 刀把地的地器 我不是拿一些地器 跟那个机子过去 她谈本 她名 Communications del 你不是卖出去很长时间了吗 我不是买回来了吗 就能几个来回买地卖地 我都把他的事忘了 我都还盖盖挖地的地气 我就赶紧把他小小藏起来 藏在身体这隐秘的地位 他们就没搜出来 你看看 终于 我得想好了 在这盗挖地上给你盖别墅 盖三层别墅 白颜色 到底抱着个小小狗 就坐在里边 也穿那个白色的那种裙子 就像外国那个 外国电视里边给杨太太 好吧 一模一样 我一定 你放心 这块地我监你购买 来 快点 我累了 你收好吗 好 现在没事 行吧 好 不行 不能再收拾了 找不着周恩他们的 只要他们没离开东宁 他总得出来 买水买车了吧 这是东宁的中心 看着他们的概率能大一点 能看着他们大城公司的人也行 本来这就是守住戴图一厢求人 你有什么根据这大城公司的人 一定能在这儿走 没根据 但我没更好的办法了 只有坐在这儿等的 你是不是累了 要不先威胁着 你说周恩他们会不会已经离开东宁了 我觉得他们也离开东宁了 对 志平啊 如果他真走了 你打算怎么办 没打算 找吧 找找也得到 他会不会回长青啊 没这个可能 他跟长青几个字 他现在要回去不得一次脱落了 我觉得他现在去广州或深圳的客户 能够得到 来 住哪儿 你看那是不是想怎么办啊 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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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点喝点吧 这两天集资库闹得特别厉害 白天我都不敢出门 这些东西都是晚上刚刚现买的 您可得注意安全啊 周总 您给我那些钱 用得差不多了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 账单啊 我待会儿再给你拿点钱 我想有件事求你 您说 您能不能帮我去找找陈志平 让他帮我找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我去给你拿钱 行 你少喝一碗 周晏 周晏 我 我请要抱抱你 我请要抱抱你 我不会再过分 我请要抱抱你 对 邝大哥 请你放开 我不让你走 邝大哥 你坐下 我有话跟你说 走 走 周晏 对对对对对对不起 我虽然喝喝喝酒了 但是我没没没没喝醉 我是挺住你要走 我难难受 你你别生气好吧 你千万别生气 别生气好吧 我没生气 邝大哥 到公司这么久了 这些年我知道你一直在帮助我 照顾我 你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帮助我 关心我的人 你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给我工作 帮我卖地 你给我施展才华的舞台 我心里由衷地感激你 你是我的恩人 可我没有办法报答你 我只有加倍努力地工作 为公司工作 也为你工作 我希望你能多挣钱 这是我唯一报答你的方法 你为我做的这一切 即便是个亲人 都做不到 我一直想受感激的话 邝大哥 可这是感激 这不是爱 我爱陈志平 我是要跟他生活一辈子的 我这儿有十二万块钱 我走的时候 会给你留下六万 周姨 你什么意思 看不起我 你以为这公司把自己钱 全部拿出来了 你要给我一半啊 你让我还有脸吗 这样我最多拿银来 其他你却拿走 这一万块钱也算我借你的 你就听我的 周姨 你听我说 既然你刚才说了心里话 我也说说我的心里话 其实我 我刚才是太 太时太辣 我既然我不会再这样做了 但是我真的喜欢你 我不止一次说过 说过无数次了 我真心地喜欢你 我从见你第一眼睛我就喜欢你 这个世界上我只喜欢你 真的 我不是找不到女人 我不去 只凭我的财富 但是我喜欢你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喜欢你 也可你不高兴 不高兴心里 不愿意听也好 我再把话说出来 但我现在 没资格 我走了辈子 我彻底失败 公司垮了 没钱了 现在你在帮我 我这时候我不抢救你 真的 你你你愿意走 你就走 但是 哎呀 你怎么说呢 其实我一直怀下来 有一天呢 你能跟我一起生活 因为我是对你最好的 真的这个世界上 我能为你去死 我能为你掏心掏肺掏肝 真的 但我现在不说这个了 你相信我 动我将来动乱灾气的时候 我在搬起公司 我一定请你当我的副从 你相信我 我说话算话 真的 哎 好像这事 老爷 老爷 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这些天你就躲到这儿 出这么大事 你就一个人躲起来 你也不跟我联系 你就住他 走 他一人躲到最后 我自己回答 我来听说 我是最后 对我来的 对我可以拆备 usando你 我可以拆备 你让我走 相信你 姐姐 你听我 想起来 学担当地 让开 唐厂长吗 你们厂劳动服务公司的 王淑仪说 王习临 在东宁跳楼自杀了 对 在东宁 谁 你说谁自杀了 王淑仪跳楼自杀了 这是他留下的遗书 你看吧 老板 老板 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集资铺里边有人自杀了 谁自杀了 王书记 哪个王书记 就是常兴的那个 那个王书记从咱们公司楼上跳下来自杀了 爸爸的好儿子 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知道了 千万别责怪爸爸 我一共集资了一百九十六万块钱 那都是厂里六百多人凑起来的 可是现在这些钱 都要不回来了 我回去 也还不上这些钱 爸爸只能去死了 儿子 爸爸工作了三十二年 从来没有做过亏心的事 我死了 可是我闭不上眼呢 儿子 这全都是我造的业 爸爸害了厂里六百多户人家呀 你将来要是能赚到钱 你一定要替爸爸 把这些钱都还上 爸爸在九泉之下 给你磕头了 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你看 我正在给你盖别墅呢 盖到第三层 你说商量事儿全塌了 还有一层层垒 人在这个时候啊 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倒霉的时候有点寻开心 问这时候这不得对 是不是有什么心思啊 想说啥 我想给王叔姐家里 寄钱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昨天 讯特忘掉这件事情 忘掉 可我忘不掉 他那一张脸总在我眼前出现 周云 我再跟你说一遍 他的死 跟咱们没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咱们还不上他的集资款 他着急才自杀的呀 他不是什么 因为集资款自杀的 他是因为想发财 想赚钱 想赚百分之三十的利息 你既然你做这个生意嘛 觉得有赔有赚呀 哦 赚钱了正常 赔了 就不行了 那你说我呢 我还能赔大了 谁现在帮我 谁给我寄钱了 我得自己面对 我得承受啊 我还没自杀呢 我没自杀 我能撑下来 那他没撑住嘛 所以他自杀了 他跟咱们都有关系嘛 你想想 没关系 开玩笑嘛 陈志平是我以前说过 我说你很能干 很有魄力 很勇敢 很智慧 可是你现在辞职太早 不合适 你得根基扎牢了 你在辞职嘛 太早太早 你看 你和周云你俩离婚 我不拦你 你说人家周云和邝大成 俩人都那样的 我要再拦你 你别看我 你看我我也要说 你说你现在辞职 你干什么 你能干什么 我还告诉你 陈志平 我辞职下海 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非常非常后悔 我辞得太早 如果你要是为了邝大成 和周云你去辞职 你要是辞了你就是有病 我想下海 我得挣钱 你下海我不拦你 现在太早 这可是王书记 留下的千张单 王书记集资 是我把他介绍给邝大成的 这是全场六百多人 一辈子的血汗钱 你不会告诉我 你替王书记还债吧 这笔钱本来就应该是我欠了 就该由我来还 完了 傻子 这孩子脑袋坏了 坏了坏了 这笔债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都是邝大成造的孽啊 是我把邝大成介绍给王书记的 快点邝大成集资那会儿 周云也有责任 你打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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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周云已经和你离乎了 跟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 和他集资那会儿还是我妻子 这笔钱跟我有关系 我一定要把这笔钱还上 我不能让王书记死不瞑目 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总记得王书记问我 能不能还上他们机子款的时候 那个着急的样子 本来我以为贷款能下来 我都答应他了 结果 没想到 给他让家里集些钱 我心里会好受一些 周云啊 其实这是你硬帮跟我商量 你想想这钱都是你 你想给的极竭极竭 你没必要问 你问我干嘛呢 这都你的钱 我收过了 公司散了以后 这些钱都等于是公司的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商量 取得你的同意 你想给的极多少 五万 五万 一万 五万 两万 五万 最多三万 再给你还剩多少啊 你许是五万 好好好五万五万五万 哎呀五万 这要是在以前 你比如说你给他五万 你给他十万 给他二十万 给他五十万 我都满足你 都给他 哎呀可现在不同了呀 周云 其实你一说给他五万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挺 为你心疼的 真的 你说你给那么多 你自己还剩多少啊 我没关系 我是个男人 我就情观难 一贫如喜 没事 我跪着要饭 我能活下去 你是个女人啊 你就这点家当 你得生存 你得生活呀 真有点舍不得呀 哎呀 但是我要不答应你 硬租了一件事 你肯定会生气 我实在不愿意看到你生气 真的 现在只不就咱俩人了 你一生气 咱怎么过日子是吧 可这是我们的良心啊 你不可能是吧 你不认为这些人 你说我颜色 把军事里的改变我们 你不认为这些人 你们俩和这个人 他们都给你们结婚了 你们俩和这个人 你们俩等会的 你们俩猎了 行试要在哪里 是我不带走一片云彩 是啊 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 我打算先去知方 咱们那儿住几天 以后干什么慢慢地说吧 我决定了 把自己扔进火羹 从今天起 我跟着你了 跟着我干什么 没听懂 你吃干的 我吃干的 你吃稀的 我还吃干的 怎么害怕养不起我 我还是没怎么明白 你为什么要跟着我干 给你当麻烦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告诉你 陈志平 我突然被你感动了 真的 征服 所以 我决定跟着你 监督你 看看你到底能不能 还上那笔债 想跟就跟着吧 我给邓主任打手机关机 打单位电话没人接 我一直在打呀 他怎么会突然失踪呢 他怎么会突然失踪呢 不会故意这躲着吧 我给邓主任打手机关机 打单位电话没人接 我一直在打呀 他怎么会突然失踪呢 他怎么会突然失踪呢 你又打 不停打 打手机 打他办公室 不停打 一直打通没指 只要等着到他 我们就有希望 好 那您自己说一下 好了 辛苦啊 小姐 我要汇钱 请问您汇的啦 汇的长兴 梁氏局 好的 请您信 听当当 现金可以吧 可以 来 您也带 谢谢 谢谢 露台上的灯火辉煌 是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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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